好了同学们回来了啊 咱们还有最后一点税务行政诉讼 然后呢讲完这个行政诉讼之后呢 咱们就算节课了 节课之后呢给大家来大概这个看看啊 来一些心理疏导的内容哈 好开始了 首先税务行政诉讼是去哪的 法院啊是去法院打官司 所以呢咱们其实前面在讲税务行政复义那 跟行政诉讼有个衔接 同学们咱们前面讲了一个税务行政复义的重要原则 叫做必经复义或者叫复义权制 那么如果说针对征税行为怎么样 针对征税行为我不服的 必须先经过税务行政复义 如果没有经过税务行政复义的 能不能直接去法院提起诉讼不可以 好那如果经过复义的话呢 经过复义的话复义决定出来了 咱们发现还是不服 还是不服的才能去告状 所以啊对于复义决定不服的 咱们才能去申请税务行政诉讼 那么税务行政诉讼呢 是人民法院 它的主体一定是人民法院 好那么具体而言 被告是谁 如果申请税务行政诉讼被告 被告必须是税务机关 行政诉讼 如果说是因为征税问题 当事人在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之前 必须先经过复义成据 这就叫复义前置 所以这咱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没有问题 好再来原则 第一个人民法院要主持 他是主管 第二审查的是合法性 注意这合法性审查 大家给我画下来 除了合法性之外 还有什么性 一般我们叫适当性或合理性 一般情况下 听我说 人民法院是不审查 这个行为是否适当的 就是说 这个行为到底该罚我一倍罚款 还是应该罚我三倍罚款 人民法院一般不审查 人民法院他就审查 您的这个罚款 您的这个决定 到底是不是合法还是违法 所以这是叫合法性审查原则 同时税务行政诉讼 能不能调解 请大家画下来 这就跟我们复义是不一样的 这是叫不适用调解原则 不能调解 当然也没有和解 没说了 起诉不停止执行 税务机关负责举证 税务机关负责赔偿 其实跟前面都类似 所以这就是我们税务行政诉讼的 几个重要原则提示了两点 再来税务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包括了 税务机关做出的 这些不挨个念了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大家也不用去记 也不用去背 反正呢 各种各样的记住了 各种各样的具体行政行为 咱们都可以去提起诉讼 针对第一个征税行为 请大家记住 必须复义前置 我们是对复义决定不符的 才能去申请税务行政诉讼 然后呢 这个责政 责令纳税人 进行纳税担保 处罚 阻止出境 保全 强制执行 拒发登记证 拒售发票 不予答复 不予理财 还有负义行为等等 都是可以去告状的 好 税务行政诉讼的管辖 这有考点 来 基层人民法院 一般管辖 一般情况下都是找谁 基层人民法院 中级的 即两个特殊类型 中级法院管辖什么 国务院 部门 比如说啊 举个例子 国家税务总局 这个东西你要想去告状 找谁 中院 对吧 所以这就是国务院的部门 还有一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针对他们做出的行政 提起诉讼 我们是中院 还有一个就是海关 其实海关啊 同学们 你不用单独记 为什么不用单独记 海关总署属于什么呀 它也是属于国务院底下的一个部门 明白了啊 所以呢 这种情况 国务院的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还有海关 它都是中院管辖 紧接着 中院还管一些 重大复杂 高院管本辖区 重大复杂 最高法 这是咱们中国最高最高的司法机关了啊 最高最高级别的法院 最高法管全国范围内的重大复杂 那么这呢 各位同学要我提示一点 这一点有同学读书啊 很细 他会看出来 他会有疑问 发现没有 高院和中院 他都能管本辖区内的重大复杂 那么高院中院到底有什么分别 不需要大家掌握 这个是根据那个涉案金额 是有关系的啊 所以在这儿呢 他们都是可以管重大复杂的 只不过呢 一般重大复杂的中院管 那更加重大复杂的 那就高院管啊 所以这儿呢 了解即可 接下来地域管辖 一般的地域管辖 请记住关键词 最初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 锁在地 去找那个地方的法院 但是如果您这个案子经过了复议了 复议机关如果说改变了原来的具体行政行为了 请问同学们告诉我 这是什么样的复议决定 来评论区告诉我 这儿相当于是复议机关直接把它变更了 做了一个变更决定 那么复议机关如果做了变更决定 这个时候请大家记住 原告来选 选可以选哪两个地儿 第一个 跟一般规定一模一样 最初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锁在地 还可以选复议机关锁在地 所以一般是最初的锁在地 如果您是经过复议且复议变更了的 可以选最初的或者复议机关锁在地 这就是地域管辖 好 接下来第三部分裁定管辖 这儿呢 不重要 简单了解 人民法院可以将以受理的案件 移送给其他的有管辖权的 上级可以指定某一个下级 同时上级有权提审 所以这儿呢 移送指定和管辖权转移 了解 这都是法律问题啊 税法考试不太考这个的 所以这是移送管辖 指定管辖和管辖权转移 最后 税务行政诉讼的起诉和审理 这儿呢 有一个东西需要大家背下来 第一个 对于复议决定不服的 到底什么时候去人民法院起诉 请大家记住 15日之内 是 街道复议决定输知 起15日之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也是 街道通知 或者知道这个行为 15日之内 所以请大家记住 税务行政诉讼 提起诉讼的期限 15日 记好了啊 第二个 审理 审理呢 实行合议 回避 公开审判 两审 终审 审理的核心是 是否合法 在税务 这个税务行政诉讼的案件当中 税务机关不享有起诉权 这儿曾经有一年考虑到小小的选择题 什么叫不享有起诉权呢 同学们 就是说 你去告了税务机关了哈 然后呢 税务机关反咬一口 叫做反诉你 这种情况下 税务机关要深一点 变成警告了 可以吗 不可以 所以什么意思 税务机关没有起诉权 他只能应诉 简而言之 他只能当被告 画下来 能不能反诉 不能反诉 所以这个叫不享有起诉权 只有应诉权 就是只能当被告 所以这了解一下 接下来 人民法院做出什么样的判决 第一个人是维持 撤销 让他履行 还有变更 我们前面说了啊 不是 不能变更吧 但是如果有些特殊情况 叫处罚 明显不当或显示公正 很个别很个别的情形下 才能变更 一般是不变更的 所以这就是税务行政诉讼的判决 好了 各位同学 咱们这就结束了啊 所有的内容 结束了 咱们提前一点给大家把所有的内容都讲完了 现在请各位同学给你自己鼓鼓掌啊 各位同学 你们都太棒了 咱们这个23次课一共将近了69个小时 你们全都坚持下来了 所以呢 我一定要给同学们啊 竖大拇指 不管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艰难险阻 有没有说这个听课啊 觉得说那个有的地方没听懂 或者有的那个地方有疑问等等 不管 没关系 有疑问很正常 因为咱们这个是科目还是比较难的 所以各位同学啊 你们现在只要坚持下来了 你们就是已经胜利了一半了 所以各位同学啊 你们所有人都是最棒的 一定要对你们自己有信心 听明白了吗 同学 好 那接下来呢 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哈 这个心理疏导一下 好不好 咱们呢 心理疏导六点 现在是六点 四点二十五 四点二十五呢 我觉得咱们到四点五十 差不多啊 半个小时 好吗 最后半个小时 给大家心理疏导 好 来吧 这个如果有问题啊 也可以提 包括一些学习方法 包括知识 咱们都是可以的 没问题 但是一定要跟学习相关的 跟考试相关的 好吗 好吧 来吧 同学们 这个有朋友通常说 听完课没做题咋办 特别简单 就去做啊 就去做 所以呢 如果有同学说 同学说了 说这个 我现在焦虑 我现在难受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告诉你 你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干活 就是看书 该做题做题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行动 听明白吧 行动起来 所以啊 同学们啊 有的同学呢 爱思考 爱空想 平时没事呢 爱发呆 爱思考人生 那我跟这种同学说啊 你们都是很聪明的同学 你们都是有当哲学家的潜质 但是你们现在考的是筑块 不需要你去思来想去 不用当哲学家 咱们就是怎么样 就是要去干活 听明白了啊 同学们 所以来最后最后 给大家写这个 咱们今天的祭语 第一个 希望大家现在要做到的 一定是补忘初心 为什么 各位同学啊 现在我们学习已经告一段落 基础班已经节课 但是呢 很多同学现在 疲惫了 麻木了 焦虑了 那这个时候 请你回去看看来时的路 请问 你们还记不记得 你当时做决定 想报考CPA时候的 那个心情 那个想法 那个热乎气 你们还记不记得 当时的自己是什么样 当时的自己抱着一个 多大的冲劲 回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我们希望现在哈 人每时每刻 都要想想自己的来路 都要想想自己的过去 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哈 学久了 疲了 麻木了 麻木了 咱们就自己回看一下 当时自己给自己立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致言 所以这是第一句话跟大家说的 希望同学们 不忘初心 有他说 当时太天真了 太 不要这么说 同学们 当时呢 你虽然是天真 但是实际上 你给自己定了一个高目标 对吧 高起点 那我们现在 既然当时自己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 不管天真不天真 不管CPA难 有多难 不管他有多难 我就问你啊 你有没有信心 咱们都努力到这个程度了 你看啊 你23节直播课 你都坚持下来了 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呢 你告诉我 必须要 对不对 那么现在既然你要继续 我告诉大家 现在你唯一需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 脚踏实地 不要被一些杂七杂八的那些 不重要的想法 把大脑占据 把情绪左右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 记住啊 每个同学都要记住我说的这句话 如果你的人生想取得成就 如果你想在你未来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更进一步 你要做的 不是思考 不是焦虑 不是精神内耗 这些东西 没法给你带来任何价值 任何利益 没有意义 你需要做的是什么 做题 就是实干 对的 就是要去做 听明白了吗 是的 少想 咱们都不是学家 而且我告诉你啊 因为我自己其实有这么一个经历 所以我现在不是说站在一个过来人角度 不是说这个这个有点居高临下的去告诉你们怎么做 我其实自己之前有体会过的 就是当你自己处在那个情绪的抑郁焦虑的那些漩涡当中啊 同学们 你那个时候你想想想想想 你可能裹着被子躺在床上埋在枕头里边 你就算你想四个小时 你就会觉得我越想越难受 我越想越难过 我越想越焦虑 我越想越觉得人生无望 有没有这种经历啊 同学们 我当时就是这样 但是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就不要想了 换个角度 我就去做一些事情 那那个时候 当你把自己的时间空想的时间换作行动 我去做一些实事的时候 不管你做什么 看书 做题 复习 甚至说你觉得我情绪不好 我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看美剧 我看综艺 我出去跟朋友聊天 我去吃火锅 我去运动 健身房 出汗 行不行 只要你做起来啊 同学们 相信我 那个时候 你的这个空想 你的精神内耗就会好一些 所以这个是给同学们啊 一个建议 我们现在就是要脚踏实地 就要实干 最后最后 同学们 我告诉大家 现在每个人都不容易 最后啊 同学们 我们都要学会 在人生当中要学会负重前行 这句话啊 是我最后真心想跟大家说的 但是这个负重前行呢 我告诉大家 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人生的困难都是不一样的 之前我有一个同学啊 这个给我微博发了一个私信 他当时是 也是CPA的备考同学 他当时是 19年 准备复习备考CPA的时候 然后呢 他19年刚刚报完 刚刚开始学 他19年身体里面查出来了 有一个肿瘤 然后20年应该是做了个手术 好像说在床上讨了三个月 然后呢 21年 休息了一年 也没有复习 没有备考 21年开始重新捡起来 复习备考 身体逐渐好转 但是21年年中 他又发生了一个事 说去着急去图书馆学习 下楼梯的时候摔了一跤 导致这个尾椎骨骨折 导致尾椎骨骨折之后 又开始卧床 因为他尾椎骨折站不起来 然后呢 导致自己听课 做题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21年的考试也没有去考 然后呢 22年才开始重新又捡起来 各位同学 从19年到20年到21年到20年 他又把CPA又捡起来 19年他考的那个门 已经马上就要过期了 然后22年他拾起来 这个CPA的学习之后 他当时是没有办法坐着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脊柱 他当时上课只能站着停课 每天晚上直播课 老师在讲台这站三个小时 他在屏幕前面也要站三个小时 同时还要做笔记 同时还要聚精会神 这位同学我不知道 今天在不在直播间里面 因为他也是我的同学 所以这个同学如果要在的话 我跟你说你是好样的 你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我希望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就是生活对我们都是太不容易了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被生活修理的过程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你比较年轻 如果你是年纪轻轻的 大学刚毕业的毕业生 你其实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社会 这个生活是有多么残酷 成年人的世界 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崩溃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情绪就是 差到碎到一地鸡毛 那那个时候同学们怎么办 你能放弃吗 我问大家你能放弃吗 绝对不能放弃 那个时候啊 记住 人生啊 我们成年人长大之后 你就会慢慢发现 小学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我们对未来好像抱有一些 特别不切实际的美好的憧憬 觉得未来我们成年的人生 觉得我们就是一帆风顺 觉得我们就是永远的一个光明 在等着我们 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工作十年 都财富自由了 很多人小的时候 都有这种想法 实际上有这么多美好的结局吗 没有 同学们 那是童话 那是偶像剧 听明白了吗 我们更多人的生活是什么 就是一地鸡毛 对吧 就是不如意 就是荆棘 就是苦涩 所以同学们 每个人的家里面 其实都有一本《南京的经》 包括同学们自己 很多女生同学们 家里学习的时候 要带娃 有的呢 三十多 四十多的同学 甚至还有五十岁的同学们 那家里面那是真的是父母 你也要照顾 这个事儿 其实我是也是深有体会 我也不怕跟大家说我自己的故事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妈妈是在2020年年初 查出来的是结肠癌 2020年的时候 一直陪着我妈妈去做化疗 去医院治疗 那个时候啊 当时还是疫情 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你要去住个院 你要去医院做个化疗 有多难 你要做什么 这核算 那检查 拍CT 那个时候一直坚持下来 但是呢 到最后 2021年的时候 这个我妈妈去世了 2021年的5月18号 是我妈妈的祭日 所以21年的时候 整个对我的人生啊 相当于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因为我相信不是所有同学都能体会到的 这个如果你有一个跟你最好最好的亲人去世之后 你感觉你的人生是缺了一块的 就是说我我比如说我平时我有些再不如意 我知道家里边还有我妈妈等着我 但是现在没有了 只能靠我自己了 各位同学 只能靠自己了 然后呢 我爸爸因为我妈妈的这个事情之后 他心情一直不好 心情不好之后呢 今年年初2023年年初月份的时候 我爸爸查出来了是T细胞的淋巴癌 所以这个是今年二三年年初的时候 我爸爸也发生了一件事 所以我现在呢也是重复 工作生活上课 然后给大家写书 然后同时还要陪着我爸爸去医院做化疗 那包括啊 现在治疗癌症 大家也要知道有多贵 然后这个经济压力也是非常非常重的 一次治疗有那些医保不报的药 一次治疗要三四万 所以各位同学啊 就是每个人家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这给大家讲课是轻松的 包括屏幕前面的所有同学 每个人都是很难获的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肩上要背负的重担 我们现在就是成年人 甚至我马上到年到中年了 那这个时候身体上这个就是家庭的这些重担呢 更重的会压在我们身上 所以各位同学啊 咱们不是说是给大家灌鸡汤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世界没有什么难就是好过的 所以同学们哈 听了这些故事你不要难过 不要焦虑 你看啊 我在我站在这都没事呢 对吧 我平时给大家讲课 我也没有把那些负面的传达给你们 我还是一个相信我这个 目前啊 人生还是要继续的 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各位同学 你呢 就把你那些负面情绪稍稍放一放 自己用实战 用行动 去让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 相信我啊 最终最终时间会治愈一切的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同学们 其实你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这个叫做困难的事 比如你学习当中也会遇到 比如说你学那些难的科目啊 会计 财管 审计 对吧 包括睡法 这也是 遇到了一个困难 说一道题的你压根不会做 那各位同学我问你 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你会采用什么样的措施去应对他们 我问大家 那个时候你 你们会采取什么措施 想想啊 看书 对吧 有天说看书 然后有天说看书 看完书 看完讲义之后呢 没用 发现这个题啊 解决不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问你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给你个建议啊 给你个建议 睡法题解决不了 稍微休息一会儿 然后呢 去听听这个会计 听听那个审计 听听战略 哎 睡一觉 睡一觉 这个过程当中 我告诉你 其实这个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说你当时不是在睡觉 你的情绪潜意识当中 其实是在酝酿 同学们 酝酿 叫酝酿效应 在这个过程当中 酝酿效应之后 也许你第二天 你第三天再去看这道题 再去看这个难点 你就会突然的 哎 脑子里边好像也突然的 灵光一闪 那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 咱们说了啊 山穷水富 宜无路 后半句是什么 柳暗花明又一村嘛 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对吧 所以同学们 你们所有的那种都听过 所有的那种都学过 那么遇到困难 稍稍放一放 晃晃脑子 学习其他的科目 然后咱们最终啊 是要把困难解决了 听明白吗 所以哈 这就是我们叫做踏破铁鞋无逆处 最后得来全部费功夫 所以这个就是很实际的一个经验 明白吗 那其实再给大家分享啊 比如说过去啊 我小的时候 过去那个时候 这个经常会有不如意 不开心 不如意 但是大家知道小的时候 那个不开心 不如意 都是什么事啊 不是现在啊 说这个妈妈走了 爸爸得癌症了 不是这个事 小的时候 不开心 不如就是 我当时小的时候 还听那个CD光碟呢 买了个CD光碟 这个CD光碟 我特别喜欢 结果呢 在家里边 不小心 我姥姥哈 或我爷爷 把这个CD光碟呢 给我划了一个印 我回家一看到 这个CD光碟 最后划了一道痕迹 我特别难过 我觉得这个是对自己 毁灭性的一个打底 因为那个CD 有那个音乐 我特别特别爱听 就是那种事 同学们知道吗 然后呢 结果啊 后来CD 现在还有吗 同学们 没有了 就被淘汰了 这么多天过去了 有人听CD吗 没有 手机一拿出来 听着耳机 还有什么 这个什么空间音效 不比那CD香啊 同学们 所以你想想啊 现在都不是事了 这件事说明什么啊 同学们 你就放心 你呢 过去咱们人类 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三维生物 对吧 那个三体 那个小说 就是说人类 就像是一个蚂蚁 对吧 它就只会在这个三维空间里爬 但是呢 咱们的这些悲伤啊 这些烦恼啊 这些咱们觉得人生中 迈不去的坎啊 你把时间拉长 你放在一个更长的维度当中 在这个以时间作为尺度 最后我告诉你 在这个更大尺度当中 你当时觉得是对你是毁灭性的这种打击 到最后过了十年之后 你看看 你会发现不是事儿 同学们 时间要么它给了你解决方案 要么它就会让你过去那件事儿 所代表的意义直接变得虚无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说啊 一切终将过去 咱们一定要挺过去 现在你可能觉得啊 翻不过去的一个坎啊 同学们 也许十年之后 你再看 你会发出会心一笑 真的 那么你十年之后再回看这段经历 我希望同学们在十年之后留下的印记是什么 是 我当时拼尽了全力 一直在努力 努力 努力 我坚持坚韧 绝不放弃 不管CPA 不管任何事情 我遇到了多大的困难 我都坚持下去了 我希望同学们在十年之后 回看现在这段时间 你心里面留下的是一个什么印象 我被当时的我自己骄傲 我当时做的这些事情 我现在回看 我是绝对不会后悔的 所以同学们 能听懂吗 这就是今年啊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事情 好了 各位同学 那来吧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小丝瓜 请谈一个课程评价 好了 同学们 那咱们今天是最后一节课了 来 咱们下一次再见 就是冲刺飞跃的课程 所以同学们 在冲刺飞跃的课程之前 你需要干什么事 上节课课后都给你写完了 所以同学们这段时间一定要加油 千万要坚持不放弃 好了 我呢 等你们的啊 复习的这个好消息 到冲刺飞跃阶段 咱们再见 好了同学们 拜拜 拜拜